我是蔡小君 新聞一開始要先帶你來看 颱風天平和布拉腕前後鋪向臺灣 市政府公務處新購買的21台移動式小型抽水機 今天點交給各區區公所 一個區公所剛好可以分到三台抽水機 可以來因應這次颱風的來襲 市政府公務處利用300萬元年度預算 新購買21台小型移動式抽水機 暫時放置在七獨百幅抽水站 這種移動式抽水機平均每台售價14萬元 每分鐘可以抽排水一噸 再加上重量大約只有80公斤左右 又富有小輪胎 因此女生一個人也可以挪動 如果要抬著走 兩個男生一起抬也非常方便 公務處長李同誠在事務會議上報告 每個區公所今天將點交到三台的抽水機 因應這次雙台前後鋪向臺灣的威脅 也希望各區公所可以互相協防 因應可能的淹水危機 已經有邀請區公所做教育訓練 我們在今天預計今天可以完成相關的點交 就是說從今天起 我們在每個區公所會有三台 三英寸的一個移動式抽水機 如果說萬一有災害發生以後 對於災後的附件 這個抽水機的部分 可以發揮比較大的效果 那這21台的抽水機由各區公所接收以後 那我們也希望各區公所能夠互相來支援 主持會議的副市長柯水源 則提醒公務處務必教導好區公所人員 如何操作好抽水機以及後續維護保管工作 副市長也提醒各單位做好防臺應變工作 減少可能的損失 記者吳俊松採訪報導 不妻 無妙 喇 省